哈喽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 今天给大家录一期快根植物 仙人球观察日记 第一个植物呢就是这一棵 看起来蠢萌蠢的 它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刺叶灯台百合 这是一种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快根植物 属于灯台百合鼠里面的一种小形种 很有特色带软毛刺的叶子 很可爱 所谓的灯台百合呢并不是百合花 而是石算科灯台百合鼠的成员 原产在纳马跨栏南部 冬季雨水充沛的开过地 它就是灯形种的快根 石算科我们熟悉的观赏 植物有很多样 像这个水仙啊葱蓝啊猪顶红啊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属于球根类的花卉 像其他的石算科植物一样 灯台百合也是球根花卉 属于快根的一种吧 通过宁静生长的 在地下来适应一年中的干旱时期 在此期间地球上大部分都会变得很干 为了防止水分蒸腾作用流失 在雨季到来时巨大的花头才会出现 灯台百合的粉红色花有足球般大小 所以被人称为球根花卉的女王 它的花花期不长 在恶劣的情况下 生长在那里植物都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养分 而花芽分化并不为了满足人们的观赏 而是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地域特征的前提下 尽量用最少的营养输出繁育 目前直播间的这两盆售价是98元 价格还是挺实惠的 像这个灯台百合呢 它虽然名字叫百合 但是是没有味道的 如果喜欢文化香的小伙伴呢 则是不建议购买 但是收集品种和聂奇的角度来说呢 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植物 接下来第二种植物呢 还是这个直播间的 这颗植物名字叫鸡春星坠花 顾名思义 鸡春星是春星的杂胶品种 刺的放射状排列相对比较稀松 杂断 花镜也小 1.5厘米左右 是春星的园艺变种 花与春星相似 深眉红色 也比较小 最大的特点就是成非常典型的多头状 与紫坠花有些相近 鸡春星的坠花非常的漂亮 像一个波浪形的 形成一种梅比乌丝环一样的这种造型 然后还挺萌的 这样的一颗售价是298元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购买呢 像坠花的话 大家都知道 它是某种多肉植物呢 受到不明原因的刺激 其顶端发生了不定向的发育 形成的生长点 不分开的形状 最终长成了扁平扇形 或者机关状的带状体 它的坠花因形态的起异呢 所以它的观赏价值非常的高 但又因为稀少呢 它的价值就越发的珍贵了起来 一般都是原种的10倍的价段 说完鸡春星呢 再看一下相近的一颗 这是一颗嘉文丸的坠花 嘉文丸也是新手朋友们 入门比较多的仙人球品种了 这种植物原产自墨西哥 仙人掌科乳突球鼠的这样的植物 其衍生品种 一直是我们所喜欢的景观装饰品 而强健的适应性和良好的观赏性 让它成为了仙人球爱好者的广泛喜欢 这颗坠花的样子非常漂亮 也是成波浪状或扇子状的这种造型 它的灌幅也挺大的 有8到10厘米左右 它的毛不扎手 不软也不硬 手感刚刚好 如果你要是把它放在手边 没事时候把玩一下 还是挺不错的 像这边的花期特别长 在福建广东一般能够达到四五个月 而算上这种尖端性的开花 可以说是全年都有花了 是名副其实的开花机器 特别是坠花之后的这些仙人球 它花期会更加的长 然后它的花带会更加的多 它的花会很多 因为它坠花了 生长点破坏 它的花一般都是成线条形的 成片的这种群开 效果会很大 好了 那聊完便宜的 咱们再按惯例聊一下贵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呢 则是短油龙角牡丹 卖家说这是含有重勇基因的 重勇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重勇先生培育的银贯玉了 他培育的银贯玉呢 价格都还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一颗石生的能达到上万块 那么他培育的龙角牡丹呢 同样的受人欢迎 它的龙角牡丹形状 它的油更加的短粗宽 然后它的这个外观更加的可爱 小巧 没办法 这个人的审美就是这样 感觉还是比较畸形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龙角牡丹呢 别看它小 各个卖价都挺高的 价值从1000到2800到3000都有 分为四个不同的档位 只有叶子瑕疵的一个 是卖到了1000元 然后剩下的基本上都在 1800元到280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如果你喜欢这些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喜欢 那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 by bwd6 by bwd6